哈喽,大家好,我是Berry 红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今天呢,我就来带大家制作一道红烧排骨 首先呢,我们来开火 开完火之后呢,先让锅热一热 等到摸起来这个锅大概有30多万摄氏度的时候呢 就可以倒入油了 我们呢,倒入一些油 这个油呀,很新鲜 是刚刚从油田里面采摘下来的油 这都是去年的老梗了,还有人笑吗? 好,等油热之后呢,赶紧往里面加入一些糖 如果你喜欢吃甜口就多加一点糖 如果你不喜欢吃太甜呢,就多加一点糖 迅速翻炒一下,等糖渐渐变色的时候呢 赶紧加入已经超过水的排骨 在油中翻炒一下 这样呢,这个排骨呀,就会染上糖的这种金黄色 金黄色的东西都是非常好吃的 还有什么食物是金黄色呀,没有错 还有等每一个小排骨都均匀地沾上了金黄色之后呢 依次往锅里倒入H2O 还有什么呀,还有生吃O 接下来呢,还有一些老吃O 还有呢,料鸡O 以上四样呢,就是古今中外都很文明的红烧四大O 接下来呢,你可以撒一些盐 当然了,还要放两个八角 整个锅要搅匀 最好呀,是让每一块小排骨上都沾着相同分量的红烧四大O 好,这个时候水也开了 火稍微调小一些,调到中火左右 为什么要调制中火呀,因为火太大呀,怕你晚上尿床 接下来呢,就是等待的时间 等待的时间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 我的新牌呢,正在众筹阶段 链接在底下的简介栏 新牌的众筹介绍视频呢,我也放在了底下的简介栏 如果有兴趣呢,可以看一看 这次牌长得还挺漂亮的 真的不去看一看吗? 好,大概25分钟过去了 可以看到呀,已经没有多少汁水了,有没有 汁水逐渐变少 这个时候呢,开大火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大火收汁 大火收汁这个词是哪来的呀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说很多年前呀,有一位书生进京赶考 一路颠簸到了京城,可谓是饥寒交迫 这个时候看到街边呀,有一家卖驴肉火烧的店 这学生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进店就寒,小二给我来两个火烧 这小二动作也快 蹭蹭就把火烧递在了书生的面前 书生抱着火烧吭吱吱吱就吃了起来 吃的时候还在说 这大火收汁也真多 这大火收汁也真多 大火收汁 这就是大火收汁的来源 大火收汁之后呢 这一锅红烧排骨就可以出锅了 咱们赶紧端去亮烫点的地方 盛进盘子中 来尝一尝它的味道吧 为什么我这个做出来看起来这么黑呢 我是不是白平衡调错了 等我调一调白平衡 这好看多了有没有 顿时好看了有没有 原来我之前做的菜黑呀不好看 都是因为白平衡的锅 好那接下来呢 我就来尝一尝这一道 这个叫什么来着 红烧排骨 应该是很好吃的 我这道菜从来没有失败过 确实是很好吃了 好的那就是这样一道 家常的红烧排骨 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呢 但是是这样 我是Berry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